如果夫妻关系不相和顺 经常打架慢慢离家出走 人生下一站 极有可能堕落到畜生岛 做斑鸠鸽子之类 喜欢贪食他人力气 而不肯给人工钱 人生下一站 极有可能堕落到畜生岛 做大象 替人搬运赚钱还债 凡作为国家公职人员 使国家愤怒 却不思报效国家和人民 或者妄加罪名 或非法强占人民财产 无故拨脱他人自由 令投告无门 监狱管制 这种人 人生下一站 就会堕落到地狱中去 受折磨 长达数千米 罪业完结之后 还会堕落到畜生岛 成为水牛 贯穿齐鼻 劳根舟车 被人兵打 偿还宿债 当我们看到一些人 不爱干净 邋遢的 那人前世 极有可能是头的猪身 当我们看到一些人 为人灵犀 贪得无厌 又不能够连结 那人前世 极有可能头的狗身 当我们看到那些 为人个性刚强 刚必自用的 就知道 那人极有可能前世 是头的羊身 当我们看到一些人 身上发出心血腥臭 那人极有可能 是从鱼鳖等水族来的 为人凶恶歹毒 害人之心实实存在的人 那人的前身 极有可能是腹蛇等剧毒毒蛇 喜好美食 沉溺于味觉的享受 为此不惜残杀众生 没有一丁点磁心 那么这人的前世 就是柴狼 狮子 狐狸 药 鹰 等凶猛动物 这种人未来会生命很短暂 有的甚至 在胎口中就会被除掉 堕落到地狱 恶鬼 和畜生道 数千万戒后 也难再得人身 三界导师 本师释迦牟尼如来告诉我们 有些人 喜欢野外打电 焚烧山场 捣毁鸟巢 摔烂鸟碗 撒亡捕鱼 洗上一切可以杀害的众生 贪其皮肉 百般烹调 贪求所谓美味 这种人 生生世世 都是短命报应 直到永远永远 很难有好转的日子 大家必须谨慎行事 不可大意 否则 后悔无期 未来